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二月八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奥运有关的消息 在昨天我们向您报道 谷爱玲获得金牌 而大家的焦点不在谷爱玲的金牌上 却是在她的国籍问题上 在新闻发布会上谷爱玲受到了很多提问 根据纽约时报记者的统计 至少有六次被问及你现在的国籍到底是什么 你现在还是美国人吗 你如何平衡在两个国家直接的生活 而谷爱玲对于国籍问题一直避而不答 她说中国和美国我都感谢 是体育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她说我非常感谢美国和美国队 他们一直都非常支持我 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中国和中国队 因为我在这边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和帮助 体育不需要和国籍挂关系 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 就是为了希望可以不断去扩展人类的极限 而在面对她一年多长时间 怎么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往来分配时间的问题 谷爱玲则说百分之三十留在中国 我的中文讲得很好 我的妈妈来自北京 我的姥姥也在北京 我在大跳台顶端可以看到我北京的家 她同时又说我喜欢中国美食 喜欢姥姥做的菜 我在美国和中国的时候都很自在 我觉得体育是用来团结人类 而不是用来分化我们的 谷爱玲又说我只是十八岁的女孩 我希望享受生活 如果有人不相信我的出发点是这样的 那只能说明他们没有一样的切身感受 我们的世界是不同的 如果有人因此不相信或者不喜欢我 那么这是他们的损失 同时她还说这几天吃了好多饺子 最想吃的还是北京烤鸭 又说自己喜欢骗鸭的过程 可以骗一百多刀 真的特别艺术 同时又说现在自己已经饿了 值得关注的是彭帅当天也现身 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看台 观看谷爱玲 参加自由式滑雪女子跳台比赛并夺冠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彭帅当时戴着一顶 有奥林匹克五环标志的黑色针织帽 身穿印有中国国籍的黑色外套 在彭帅离开现场时 有记者向他打招呼 彭帅回礼示意 但是拒绝回答问题 而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就在身边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巴赫说他遇到彭帅时 彭帅就坐在体育场里 他说彭帅和运动员们坐在一起 我也看到了来自瑞士德国和美国的其他运动员 同时巴赫确认彭帅现在将离开泡泡 进入隔离区 从此离开闭环区 此外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 法国体育杂志对报 此前刊登了对于彭帅的独家采访 当时彭帅是在闭环内一家奥委会隶属酒店受访 同时他向巴赫表示 自己已退役退出体坛 往后将不参加奥运以及其他赛事 而谷爱玲也被问及了有关于彭帅的问题 当被问及她是否与国际社会一样关注彭帅的健康情况时 谷爱玲说 真的很高兴看到彭帅出现在现场 我很感谢她快乐健康在这里再次做她想做的事情 而书记跟谷爱玲有关的争议 当她在海外社交媒体Instagram上面发表了获奖的消息时 有网友问她 为什么你可以用Instagram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却不能 你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在中国有这样的特殊对待 这是不公平的 你能不能为其他的中国人没有互联网自由而发声呢 谷爱玲却回应说 在中国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VPN就在他们的应用商店上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市场相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国家政府支持的基金在周二进行股市干预救市 帮助基准指数从二零二一年八月以来的最大盘充跌幅中出现强行回升 沪深三百指数在收盘时仅仅下跌了百分之零点六 大大减弱了此前百分之二点四的下滑幅度 彭博社引述两位消息人士表示 国家基金在下午时段买入当地股票 他们拒绝透露有关身份 其中有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国家基金之所以就是是为了减缓下跌的步伐 包括券商在内的金融股是被购买的对象 能源公用事业和金融等周期信仰业的刺激指标 在周二交易中公布了大幅涨幅 即使基准股收盘出现了下降 消息是没有提供有关于购买量或购买频次的信息 被称为中国国家队的国有基金 经常在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的时候进行有关操纵 中国股市随后从第一点反弹 据来自彭博社的整理报道 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国家队救市的情况 比如在三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 去年这些基金已入场 以阻止市场出现进一步的溃败 周二早些时候 指数之所以下滑主要是对于消费支出的担忧所推动的 主要是几日期间的经济趋势 让投资者失望没有往年的消费和旅游繁荣 虽然中国人旅行次数比去年多 但是大流行病和防控疫情的限制措施 还是阻碍了国内旅游支出出现上涨 从其二零二一年已经较低的水平继续下降 分析师对彭博社表示消费支出需要继续回升 中国才能够开始对世界其他地区表现相对较好 就目前而言人们将希望超越奥运会从政府那里寻求有关于刺激措施的更多指导 同时随着债券收益率的上升 本地交易员也跟随全球共同抛售昂贵股票 科技股重镇创业板指数收盘下跌百分之二点五 从八月高点跌幅已达到百分之二十 推入熊市区域 同时彭博社分析认为中美紧张局势也加剧了看跌情绪 美国此前据说对中国失去了耐心 原因是中国未能满足在贸易协定下的购买意见 华尔街网报已向您介绍相关情况 此外美国商务部将包括无锡生物在内的三十三家中国实体 列入其未经核实名单 推动了一组医疗保健股跌至两年来的最低水平 分析师向彭博社表示 市场只是在寻求足利最小之路径 去年可再生能源的收益意味着有足够的理由现在卖出 而创业板暴跌主要是由于主要参与者 赶上了行业其他部分的损失行情 再说及医药股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无锡生物股票出现了暴跌 价值几乎损失了四分之一 在周二公司方面表示 将其子公司加入名单对进口影响非常小 也不会对业务和全球合作伙伴的服务产生影响 无锡生物通过其官方微信号发布 商务部例行对进口商使用美国出口商品的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公司一直从美国进口生物反应器和中控纤维过滤器硬件控制器等 由于大流行病 过去两年没有进行此类检查 无锡生物表示 欢迎任何时候对于我们进行检查 可以从名单中被剔除 并且表示公司同时在寻求措施 以便可使其子公司从商务部最新名单上被删除 在周二总部位于上海的生物制药公司 无锡耀明康德股价也下跌将近百分之十 耀明康德在一份交易所文件中表示 此公司没有被列入未经核实的名单 不持有无锡生物的任何股份 耀明生物周二有回应表示 未经核实的名单非为人数知的美国实体清单或者是黑名单 而公司律师团队计划在明天与美国商务部进行谈判 CEO在投资者会上表示对本次受影响出口产品 美国要求进口方不能转售再出口 美国有相应的流程来核查进口方 受到影响的两类产品分别是生物反应器硬件控制器和超绿摩包 就在此列 CEO表示本次被列入清单的公司 紧急下在无锡和上海的两家子公司 两地厂房已经建好 不需要大量购入受管控的生物反应器硬件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体育方面的消息 韩国在周二表示 你将其短道速滑运动员遭遇不公正判罚一事 诉诸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韩国公众普遍感到愤怒 在周一举行的北京冬奥短道速滑男子一千米半决赛中 韩国选手黄大县和李俊瑞分别因为违规超越和便道 导致身体接触被取消了比赛成绩 韩国人质疑判罚不公平 特别是黄大县当时是第一个通过终点线的 韩国体育和奥林匹克委员会表示 将就不公罚判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诉 韩国华联主席在记者会上则说 将尝试用所有可用的途径和手段 来确保这种不公判罚不再重演 此时此前在韩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不满 有韩国网民抱怨裁判判罚韩国运动员增加了中国夺金的概率 而韩国选手被取消比赛成绩后 中国运动员包揽了冠亚军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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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